精品包包還有服飾都成列出來 model走秀展示 Burberry舉辦2023秋冬新品發表會 卻有參加的VIP要控訴 遭到Burberry員工發文公審 提起這件事情口氣還是很無奈 證明當事人高宣 他的IG帳號擁有超過2.4萬名粉絲 平常會分享藝術作品 或者發表拍賣會時裝週的評論 沒想到這一次去Burberry的活動 回來卻是一肚子氣 只因為他在現場 沒有挑到喜歡的商品 服飾尺寸也不符合 最後他並沒有消費 但事後卻發現了 有IG的公開帳號 PO出貼文跟影像 內容跟他當天參加活動有關 上面的文字甚至還寫到 說來參加活動花0元 到底是不是螳螂有錢人 我已經同意公開批評 讓他氣炸了 其實我是說我不接受 有這件事情不相關的人 來跟我接洽 我希望有總公司 全權負責這件事 因為我不想要造成 電污上的困擾 這件事在Dcard上面 也引發討論 還有人說發文公審的 疑似不是正職 只是公讀或實習生 根據當事人的說法 證明員工仿佛人間蒸發 至於Burberry 則派跟事情無關的銷售人員 先跟他聯絡 但他是要求 Burberry總公司公開道歉 其實是可以 正常的話 當然品牌方他們會 沒有那麼高興 因為其實他們在場 是要做業績給總公司看的 對 那只是不消費的話 可能他們心裡面 就會有點murr 精品相關人士就透露 受邀參加的VIP 都是很受品牌重視 一定要顧及他們的隱私 而且也沒有硬性規定 一定要花錢消費 這回因為影像跟評論的文字 鬧出了風波 就看當事員工以及總公司 要如何回應跟解決 TVBS新聞李智雲 黃凱晟台北常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